锦尼系科火车站旁边的龙安路202项底 因为违规停车严重 连红线旁边都停了一整排的车 造成大型车转弯困难 尤其是每天垃圾车根本是难以进出 所以在接获成情之后 21号上午议员抓铃服务处 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也决定划设黄色网状线来改善 就在系科火车站后方的这栋社区 只走到底靠近康告坑西这一段 原本直通的路到了龙安路202项底 成了死项 也可能因为这样周边停车乱象好严重 因为这个转弯的地方 每天晚上有民众违规停车 在那个红线周边 清洁队的清洁车晚上收垃圾的时候 都是那个转弯转不过来 那要找地主找那个车主也很困难 有时候他们都没有留电话 那以致就会耽搁后面那个 提着垃圾在等垃圾车的那个民众啊 很多这边的附近的居民 还有这个社区来跟我们反映 这边车子停的太多 有妨碍到垃圾车 还有很大型的车子的转弯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我们那个市政府相关单位来会看 尤其是晚上垃圾车难以回转 近来问题很大 所以在旧货城勤之后21号上午 医院抓零服务处就邀请了相关单位人员现场会刊 除了要将这里画上黄色网状线 目前这停满车子的部分是属于水利公有地 接下来也希望能够规划机车停车格 稍微围起来的那个民众停车的那块地啊 是那个地主啊 那个容积移转以后是现在是变成公有地的 所以很多民众啊认为那个还是私有地 所以都会停车停在那边 那因为我们现在会看以后啊 就是把产权理清 然后将来我们因为来塌城那个火车的民众非常多 他们机车的需求量非常大 所以我建议说这边能够多画几个机车停车格 我们准备在这个转弯的地方呢 来画一个网状禁止停车 而且我们还有一块那个喀喀空隙旁边这个空地呢 我们要画为这个机车格 希望说给很多骑士的来车子的可以停这里 只见进停红线内外都停满了车 晚上更严重大车难以进出 会看以要求画设黄色网状线 并且进一步厘清土地所有权 规划机车停车格 解程惠林细致采访报道